爱的回响 世界著名浪漫钢琴曲欣赏 作者 默默 浪漫主义大师李斯特钢琴曲《爱之梦》 是一首温柔婉约 充满了梦想 期盼 回忆的曲子 《爱之梦》采用了夜曲的题材 乐曲的开头以甜静柔和的旋律贯穿其中 右手的分解和弦具有流动感和起伏感 烘托出浪漫主义时期特有的音乐氛围 深情婉转的旋律深深地打动着每位听者的心 乐曲的中断 情绪不断高涨 热烈而激昂 从而逐渐推向高潮 体现了对爱的渴望和执着追求之情 乐曲在线部分的主题旋律 又回到开始时的那种抒情 宁静 安详的气氛中 那丰满的和声与优美如歌的旋律 让听者久久沉浸于其中 难以忘怀 默默地享受着那幸福甜蜜的感觉 巨尾旋律的旋律渐渐渐漫 使音乐变得空旷而辽阔 让人意犹未尽 在梦一般美丽的感觉中 恋恋不舍地结束全曲 弗朗兹·李斯特 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 钢琴家 指挥家 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 是浪漫主义前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斯特将钢琴的技巧 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极大的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 他还首创了贝普演奏法 本人则具有超群的即兴演奏才能 他也因此获得了《钢琴之王》的美称 作曲方面 他主张标题音乐 创造了交响师体材 发展了自由转调的手法 为无调性音乐的诞生 揭开了序幕 树立了与学院风气 市民风气相对立的浪漫主义原则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爱之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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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